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驴越南姑娘 在我小驴频道也不少的视频介绍给大家看看 了解我们越南房子公寓以及当地人卖土地的一些情况 大家可以找回看看 那么经过了解和现状 我知道大家也是很想和越南房厂这个方言去了解更清楚一点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析一下越南房厂的投资机遇吧 第一,越南房厂的整体趋势是这样的 不著名是被国外的人称为越南的一个山海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的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去了解这个比较有名的城市 熟悉的这个地方 同时呢,他们也是想看看这里的经济的腾肺 越南有许多投资的热点 发展情况是怎么样的 然后根据世界上房地厂情况来对比呢 现在的胡志明 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房地厂的市场 我看很多现有建筑物和 最少有五号殖民的历史 所以那些房子是无法于现在买家带租量 书记和便利商业所喜欢的新供应的金钟 但是呢,这几年呢 我看每一年也不断有新的建筑 不断跟着国外 学习一些技术和提供现代的供应 同时呢,我们越南这里 对高品质房地厂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了 不断的扩大 而且呢,不断变化的一些消费特征 比如是独生子女独去 或者离异的当今家庭 特别的多 也是这一些也是拉动了 我们越南房地厂的需求 虽然是大部分呢 需求会影响经济使用法 但是对于那些从上一层 升级到下一层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中高端市场 也会产生一定的一些那个机器作用 所以呢,我觉得对于国外投资者 大家投资想法 应该集中在高端和品的领域 根据一个房地厂的集团的数据 投资名市豪华公寓的价格 在2018年上涨了7% 平均每一平方米是为5,518美元 到2020年年初呢 就增长近10% 达到美元里一平方米就是6,000美元的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第二,越南买房的投资回报 这个肯定是很多人的关心投资者 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回报 回报发发在8%到10% 据我了解的是 150,000美元的房子租金呢 约在700到800美元左右 那么胡证明市呢 房子会分成三个 C级在1500到2,000一平方 B级在2,000到3,500美金一平方 A级是4,000元以上的美金一平方的 G统计呢 家里收入2,000美元可以买C级的房子 家里收入有2,500美元可以买到B级的房子 那么第下个 越南政府对外国人的购房 新租房子卖给外国人 李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新月份是 公寓大楼不超过30% 别墅其周边有有天有地的房子呢 卖出李李不超过10%左右 一个小镇区不超过150户 越南在大楼卖给外国30%以后呢 升于70%在出售 某个开发商卖给外国人的价格 你卖给我们越南人到了20% 但是一般会最多超出10%左右 但卖给外国人的比例最多30%的 所以呢 房子投资对外国人来说呢 即或可取 对外国人来说 购买房子的等于是获得一个购房权利 对吧 相当于一样 经约了一个50年的住处合约而已 房子的所有权还是会房地产公司 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第四 住收 旅和买房 租住问题 比如是家庭收入大概有1,500美元 几百美元可以用于生活费 越南本地人我们贷款期限是20年 刚刚有70%租金每一年月涨80美元左右 但是越南本每一年它都免值快 免值约3%到5% 但是租金是以美元计算的 汇率风险比较低的 我觉得投资A级汇率风险不大 因为房价租金以美元计算的 B级汇率风险可能相当会有一点高 因为以越南本结算的 你看A级以上房价的房租都以美元计算 但是要看监月合同是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一定要以我们本地结算 就是以越南本结算的 但是私下监月的非正式报价 会以美元计算 监月合同每一年免一室的 房租会发生换化 如是美元涨了 那么越南本脸熟了 但是房租以美元计算的话 房租美金报价会掉高 所以目前外国人一般会投资A级 在我们越南这里 第五 越南新房厂的沿海景观和14号 越南沿海旅游业的繁荣是 越南豪华筑柴市场 决井的第一个因素 由于世界级的高 护球场旅游热点和建设的基础时期 香港以及其他沿海的城市来说呢 正在经历一个不断增长的度假和一个家园市场 有一位房地长总经理表示 就是在2006年高端银河地厂开始涌现了 他们投资了一个高额布铁厂和海岸周边的开发新 他们呢 最初以为是大量房地厂会卖给外国人 但是超过90%的产品是越南人来买的 因为呢 我们越南人对拥有房地厂是很有兴趣的 而且呢 现在有机会切除到的现代化设计精良固材产品 就越南本地人而言呢 也想改善居住环境 所以呢 在经济许可的情况下呢 都会选择改善生活的环境 构置新房厂 那么外国人投资的房厂呢 也以超便配套和小区的环境设施为购买的主要因素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小驴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 请大家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喜欢小驴的大家可以帮小驴点赞分享 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帮小驴订阅一下 我们会在下个影片见 拜拜